我们有请逗逗队 一 二 三 开始 Let's go 加油 一句话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这是一场发生在面馆的 穿鱼爱情故事 穿鱼爱情故事 突然就期待了 谁跟谁的爱情故事呢 等会儿看 好 三 二 一 开始 我们吃面碗 吃面 要饭 再来烤热面 要得 阿贵 哇 哇 老伴再来一碗二两面 有点 你老了 可不可以多 이들嘛 好多 可不可以多亂啊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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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多一点嘛 来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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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i know you 你的雜誌回家了 贵儿 卡尔 哈尔多 哈尔多是吸管炎的 掌声送给他们 好的 四位队长 还有大师团的成员 现在可以开始打分了 现场的99位评审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 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出您手上的绿色毛巾 三 二 一 好多票 坐 坐直了 我脱不吃 啊 我脱不吃 哦 嘟嘟他受伤了吗 他是腰拉上了是吗 好像好像是 那赶紧你看一下医生 看过了 看过了 那仔仔你也可以上来 仔仔你为什么没跳啊 仔仔队长在问你 仔仔你怎么没跳 仔仔 仔仔 仔仔你怎么没跳 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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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哈哈哈 他怎么没跳呢 我在哭了 他怎么哭呢 不是 我苦 哭到哭上 不要哭了 你听到哭 咱都哭 不要哭 仔仔录了8期 哭了9次 平均每场哭1.125次 仔仔都快改名叫B-Boy Cry了 哭完了 那为什么哭 哭 又要哭了 没有哭 就是在下面 然后看他们跳 跳得很好的 说不了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就是对大家很努力 因为我当时看豆豆抱Yuki的时候 他因为他被受伤了嘛 他就一直在抖 怎么了 那个是太累了 我刚才整个人都僵掉了 请我给你再坐下 坐下 坐下 快坐一下 豆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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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哭爪子 我没得死 哎呀不要哭爪子 可能你只要想到豆豆豆 当时看了豆豆的时候我就有点心酸了 我觉得我问好不容易啊 我给你拖下 我给你拖下 所以等待我 不可以 你不能 10分钟 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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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 我必须做 不 我们的队 我们需要 我不能说因为我一个人我就把这个 团队说我撑不下我跳不下来我就停了不可能的事 这是一个舞者的职业素养 师父教的 没事 你要让眼泪飙一会儿 对 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首先这个穿鱼的爱情故事讲的是一个四川趴耳朵幻想自己拥有一个温柔的老婆的故事 里面也埋了很多的细节 包括被辣到也要在自己的心仪的人面前绷住 构思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我师父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 好 然后这个故事的构思真的是所有四川趴耳朵男人的平行世界 那这件事情 就要问问成炫队长了 我觉得我怕耳朵的方法有点不同 在吃饭的时候明明不会吃辣 然后就是硬吃辣 我有过这个 对我也是提炼到了这个辣 我现在吃辣不怕 然后我看得很过瘾 我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的这些小细节设计在里头的 包括最后Yuki有一个很老婆的一个样子就出来 把耳朵揪出来 看得很有趣 你的杂质回家了 我觉得很好 从整体的编排然后到音乐都非常的好 在桌上点菜的那个细节我也觉得很好 什么这加一个怎么样这些很细节 然后再到道具的运用也是一层一层的叠加 先三个人跳 然后到后来出了一堆人给你做面 然后在上面 每一层都是一直在叠加叠加往上往上往上走的这个氛围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惊喜 我挺喜欢的 嗯 我在想要说什么 你们那个走瓶巴斯的版 这样对吧 我觉得把这个地狱的特色表现得很明确 然后舞台的调度都很好 包括这个道具的使用都是很巧妙的 但我还期待还有更甜的一个 对啊更甜一点呢 多甜呢 我也不知道 是啊 你看那个逗逗她们跳爱情就那样 嗯 腼腆一点挺好的 挺好的哈 好好好 我们问一下大爹 你觉得人的这个爱情你也 哎我突然想起了你跟那谁怎么样了 你跟那个阿丽莎 都没机会了不是在一组都不在一组了 这么快就分手了 哈哈哈 哈迪刚才听到就是没机会的时候 他整个现在眼睛里面全是泪花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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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师团点评一下 啊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因为整个结构和设计就是 就像一博队长说的一样 他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的 就不会让我觉得他是太断开的 然后哎对板牙为什么你不去竞选一下 这个队的女一号啊 哎好问题 对吧 我最喜欢这种问题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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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跟他不跟又可以抢一下 哦 哦 还是还是要问豆豆 还是要问豆豆 嗯 豆豆如果是又给跟板牙你选一个现在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加油加油 板牙你先说一下就是豆豆 是在你考虑的类型里吗 哎呀 就是舞蹈的搭档的类型 呃 没有主要是他们两个 呃 比较 比较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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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较玩得来 很凶 很凶 泡泡CC 这是一对编爱情故事的大师 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是我跟CC 如果去表达这一段 可能我们会在中间的某个地方 会加给他亲我脸 这样的一个动作 大哥你俩是夫妻 他们就认识三个月 对 所以我想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爱表现得很好 因为这个就是年轻人 青涩的爱 对 说不定哪天 Yuki也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个穿鱼媳妇 那我们来公布一下 豆豆组这支作品的最终评分 李承轩队长89分 吴建豪队长95分 刘雨昕队长91分 王英博队长95分 大师团平均得分91.3分 现场评审投票 八十九票 最终分数五百五十点三分 恭喜 开始 现在你们可以去备战区休息 还是蛮高的 还是蛮高的 对 昂昂的这一组编排系数难度会比较大 因为里面会存在三个人跳和四个人跳的阵型 然后五个人和两个人的阵型 和一个人和六个人的阵型 非常复杂的队型 并且具有故事性 连排的逻辑是通的 我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他们对于道具的使用 小碗的时候他们有结合Lucky里面的一个动作 叫做which way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臂是要聚拢的 所以用这个小碗体现得非常好 大碗的时候身体脚部都有非常大的动作去配合 第二点是整个舞蹈的节奏 我觉得是层层递进的 每当我觉得结束的时候 他又推向一个高潮 一直在我的预期之外给我惊喜 那最后一个就是通过这个舞蹈的一个剧情 让我知道了穿越文化是怎样的 所以我扔了毛巾